這一次入圍女配角獎 現在感覺怎麼樣 現在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來到金鐘獎這麼多次了 從主持然後也是主持典禮 然後就現在是為了當一個演員來入圍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覺得有一點不可思議 I can't believe it 因為競爭對手真的是還蠻強的 所以我很開心 然後我覺得戒指流浪季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部戲 很值得全球看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動 這一次可以參與這個節目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子就入圍 所以也是謝謝大家 那詩姐有說因為現在是媽咪嘛 對不對有點擔心可能會有 什麼樣的狀況 那今天有沒有做好什麼準備呢 太興奮的時候 有有有 其實我穿的這件衣服是特別的 因為還蠻簡單 就可以隨時補奶 或者是餵奶 就是很簡單就這樣 但是我覺得 就是有做好一些準備 然後我也是希望有機會可以噴奶 因為這樣子就等於是我得獎 我們都非常的期待喔 謝謝 好那雨昕呢 這次入圍女主角獎 其實已經先被國際評審已經肯定了 那會不會加深你現在的信心呢 當然是我覺得可以收到大家的肯定 都是非常開心 但是肯定的角度不太一樣 因為那個我們新加坡講的是 最佳喜劇演員嘛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端莊一點 我們是迷你劇集的女主角 所以那個要表現的風範不太一樣 好那今天的服裝方面 你也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巧思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呢 非常閃亮喔 我們這一次的服裝呢 是來自馬來西亞的 Italia跟Jimmy Chu的 一起聯合的這個作品 然後它上面這個 世華洛斯奇的水鑽 相在中間 所以這一整件衣服 是一個銀河繁星點點的概念 我非常喜歡 真的非常的美麗 謝謝 那導演我們有問題 也想要請教您一下 對 因為有很多人想要問葉導演喔 那這一屆世新校友的製作 跟演出的作品非常的多 那能不能請您給影視製作 有這些熱情的學弟妹們 一些鼓勵的話呢 嗯 其實我相信會來讀大船 或者是廣電的同學們 都是心裡有一種熱情 我想我們都是 其實就是follow your heart 就跟隨這個熱情走 當然有時候這個熱情會 會被消滅 會被潑冷水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也都是這樣過來的 一定會過去的 所以就繼續堅持走下去 好 謝謝三位 謝謝 也祝福你們 謝謝